就是要用那個蒸喉氣 就是會有水蒸氣那種 每天就是在家裡一直蒸喉嚨 然後還是還要含在嘴巴裡面蒸 就讓那個蒸氣直接對嘴巴 然後小時候 你們剛剛講那個噴劑有沒有 因為我真的是咳到氣喘 就是我真的氣管不好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家有超級多大罐的食鹽水 然後醫生會叫我媽媽去買針筒 然後針筒當然沒有那個針的頭 就是只有那個針筒而已 還要吸那個食鹽水 然後從我鼻子灌進去 就整個把 對 就洗我的鼻腔 為什麼我從小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好痛苦喔 就是我已經習慣到我還之後 自己可以拿一個針筒起來這樣 咻咻這樣兩管 然後把東西吐出來 就我已經習慣到這種程度了 就是因為我以前太常 就是已經習慣到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除了噴劑也沒有用 因為我就是會喘 然後你晚上真的沒有辦法 像長大之後 其實到我運動之前 都還是這樣 就到我接觸運動之前 都還是這樣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 除了噴劑之外 你可能還要吃藥 然後像我老公可能也會想辦法 比如說買成藥或幹嘛 就是自我的咳嗽 我覺得蠻妙的 就是說運動這個東西 是為什麼會改善這麼多 運動自白病是真的 其實說實在 我本身小時候 我氣管也不好 我去當兵 當了一年十個月的兵之後 每天操 操完之後我發覺 我身體就真的變得很好 從此之後 我開始退伍之後 我就開始跑半 所以我發覺說其實運動這個東西 尤其對呼吸道 基本上其實運動是有它的幫助 真的 而且特別強調說 為什麼你對冷空氣會過敏 因為你的身體就不習慣那個冷空氣 當你開始跑步跑久之後 你又發覺一件事情 那個冷空氣對你來說 真的沒什麼 就沒什麼 就習慣了 因為以前像到這種要變天 對 絕對逃不了感冒的 對 但是我現在真的運動開始 真的好多年都 身體都很好 你要想上醫師用健保卡 什麼時候你想不到 我上次用健保卡的時候 是幾天前 真的很常來開門 你以前是你只要一變天 你就會需要去看醫生 然後當你開始正常運動的時候 你會想說我上醫師看醫生是什麼時候 好像兩三年了 真的 所以其實 算了 跟他們講都沒有用 那你如果要去健身房就在裡面 三個檔心 我可以補充一個 就是因為我的那個 做了很多的檢查 那我的醫生他看到我的肺 假設肺是這樣 他說有一部分已經 就是 因為被壓扁之後 你的症狀一直都沒有痊癒 所以他就一直處於這樣的狀態 所以你要好的話 你得靠運動 用有氧把它再撐下去 否則他其實平常就長這樣 所以你就很容易 因為支氣管被壓縮而過敏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扁他 因為他 我們常說我們肺部很特殊 它是個呼吸道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萬一你一直慢性的一直發炎之後 就會有一些叫纖維化 纖維化就會限制你 這時候你的肺功能就會變低 那這時候你只好靠運動 增加幫它撐開 幫它撐開 所以為什麼說運動 喜歡運動就覺得越運動 它整個身體狀況越好 那你越不做的話 你就越縮越縮 你的肺就越來越縮 你可能以後 變成爬樓梯走路 你都會喘 那挺胸可以嗎 挺胸有用嗎 挺胸是最基本款的 挺胸是運動的 預備